大盤的分包括了K 请都来一下 台股今天台积电稍作休息 在那边休息 当然虽然是压轨27点 可是我们却见到下一页 有沙尾盘没错 可是毕竟还有苹果派 车用电子 光电跟元宇宙 都在点火 金货股就更不用谈了 因此博杰请上来 说到下周更多的讯号 我真的觉得本周很倍报 因为外资就像博杰说的 翻多了数次会说话 这个礼拜五天的时间 就有四天 现货期货选择权 加总期来的金额是红色的 那下个礼拜 如果外资再进场捧场 应该怎么看呢 第二个台股跌对不对 就你看PocoRitio值 从128爬到了130 这可是正向的呢 乐观的 可是没想到下午三点开盘的夜盘 怎么会 时而红 时而黑 这又怎么解释呢 麻烦您 好 第一个 我判断下个礼拜外资 应该还是偏多 那如果他要偏空的讯号 很简单 我认为 偏多 如果要多的讯号 该怎么看 要多的讯号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现货你维持买在80亿 甚至是百亿之上 来来来来 我们继续再写了 现货要买80亿以上就在这边写 然后期货的多 期货的多的话 你只要空单 不要单日增加2000口 我认为都是多 那我如果写 如果空单单日减 减个2000或减3000口 那不就个儿棒 那个就是超级大多头要来 要冲关了 如果减的话 这边又变红色 所以选择权就等他 金额翻成红色的翻多 这三个 所以如果这样子就是多方思维 夜盘为什么再跌现在 其实夜盘最近你去看 夜盘每次晚上美股在往下急杀的时候 他其实他都有支撑 你看前两天美股急杀 夜盘有时候才跌个五六十点 对不对 所以我会认为说 其实下午盘到美股开盘之前 你不用管他 但是美股一开盘你就要盯着看 只要他相对的美股在杀 你去换算过的那个比率 你认为没有差太多的话 那表示什么 台股隔天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好那游标帮我跑一下 我跟柏杰要个数字就好 今天的日盘 今天的日盘这一根低点 因为你看夜盘就算开低 低点也都没有破 所以今天日盘的低点 是17621 请问管他今晚的欧美股 多剧烈震大 如果我们的夜盘 这个17621的关卡 怎么样震都不破 就代表 强势 OK 感谢柏杰 但是柏杰 这个大盘下个礼拜 包括了夜盘 已经帮您追踪了 现在国际情势 出现一个大变化 清掉了 我再帮您结论 知道什么变化吗 油价 油价就在此刻 平盘现在在这 现在油价好诡异 开高之后震荡喷出 大涨快要3% 本来要破70大关 现在又回到了快要72 每桶的价格 你知道我说 为什么超级夸张 油国OPEC家 礼拜三起展不是讲了吗 他们本来我们预测了 应该是增产不增产了 但是看完会议之后 还大大大地说 他们决定要增产 要增产 现在是有Omicron的 新变种病毒袭击 你走问博洁 一要增产 提供了supply增产量 既然油价还在喷出 第二个我刚说的Omicron袭击 那会不会 就算有Omicron袭击 新的变种病毒 那么大家认为 影响全人类 打击不会再那么大 大家的经济 还是能够hold得住 不然油价怎么往上拉 是不是这样 是没有错 第一个增产的部分 它是有点利空出境 你看前几天先跌了 第二个变种病毒的部分 你看拜登他都明讲了 我们疫苗也都打 我这一次我会是 有条件的控制 但不会什么 封城了 所以我会认为说 短线上这个病毒 只要大家能够把它厘清说 到底他变种完的 这个重症感染程度怎么样 其实油价 他就有机会 从这里继续涨了 所以也许Omicron 对大家的冲击 对经济的伤伤力 没想象当中那么可怕 对 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大 感谢伯杰讲得真好 谢谢您了 喜欢他把重要讯号 说得这么直白了 开始同整了 他说下个礼拜 因为伯杰对于外资 是抱持下周继续归队 因为下周是剩下 他要放假之前 最后一个压轴礼拜 可以买台股了 所以下周如果 现货买超超过 80亿以上 每天 那期货部分 如果当天给减 空单2000到3000口 选择权的金额 快要翻多了 以上如果都come to成真 下周有利于多方 那么这个夜盘 多盯着今天的日盘低点看 今天日盘的低点 是17621 如果夜盘怎么震怎么震 这个关卡都不破 就有利于多方了 你知道为什么 大家还是比较正向看待 因为油拉给你看了 都已经有增产 supply供给量都增加了 价格还能够往上做喷出 你不怕吗 Yes 不是说不怕 但是人类都做好保护散了 是不是这样 刚博洁完全认同 所以只要油价是挺进的 其实大家做好准备 对经济的杀伤力 不会那么恐怖 股市就还可以走多头 以上的结论 博洁正确 完全正确 非常感谢您了 接下来追踪法人动向 先报告一下 今天的外资 连续三天的买超 而且买的七十几亿不算少 赶紧报告一下 从他的同买超 同买超总共好多 现在外资投进同买 竟然多档 六档之多 六档我开始念了 红基 联电 中信金 华邦电 强帽 新兴 这么多六档 对做的反而比较少了 对做是三档 对做呢 包括了是中刚 还有华航 在卖的华航 还有包括了南亚科 这三档是对做 从大哥请上来 我要追的标题并不多 我要追联电 华邦电 以及包括了红基这三档 但要说到了华邦电 我先插播南亚科 南亚科就在今天公布了它的数字 同样都是做进一体的 南亚科11月份营收72.5亿元 月增年增 年增四成八是比较多的 看了南亚科马上先追2344华邦电 好 华邦电的走势也是嘛 你看他最近也是占上所有的均线 而且就像陈文大哥说的 你看重挫之后底型打出来 最上面那条线半年线 或是年线管你什么线 只要你是最上面 我就越过挑战 你看上面是半年线 他也越过挑战 对 而且你看你把它都清掉 这个像不像是一个头肩底 对不对 所以现在在打右肩 对啊 对啊 这种走势很多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就讲说 这种股票可以买 但这种股票要卖 所以你现在是买这种股票比较安全 那我问你如果华邦电 左肩头肩底 这个底打出来之后 有没有办法观众朋友请看 人家说底多大 就是为了要挑战这边的头 那这边头有没有办法 头底从此越过呢 会越过 但是它就需要时间 因为这里很大的套牢 所以它也必须要对称 它有一点就是对称 这边对照过来就是这样子的走势 OK OK 所以这边的头85 我们看一下底薪确立 这边的头85 看能不能带个量滚上去 对没错 好 再来宏基 好 宏基也是流行 最近流行什么 第一本益比 就是说它的获利呢 其实以今年前三季 都赚到快三块钱 那第四季还没算 第四季再加一加 本益比不到十倍 本益比不到十倍的电子股 现在很难找 对吧 然后它也是属于底部完成 今天一根带量突破 对不对 你看这里曾经套牢 所以我这里要用相对应的红棒去 攻过去嘛 那攻过去以后 下一个就看这个缺口 对不对 这个清掉 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教科书了 让陈鸿大哥教大家 观众朋友 之前专家曾经说过了 哎呀你看 这么高的位置很难过啊 因为人这么多 这么大的量涌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群人呢 黑K棒就是收低开高嘛 所以呢这些人都被套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如果越过这个高点 想要过的话 我要用更多的人 更大的量把它滚过去 观众朋友请看这边 这边的量 今天的量哦 十万五千多张哦 果然是越过这边的量 所以量滚过了之后 长虹棒就这么样 把这个高点越过 十 对没错 好 是吗 对对没错 那我问你哦 这样以后我们的操作 也就是呢 他要越过这个地方 看量 以后观众朋友在下个礼拜 看那个股票的时候 如果从这边的察觉 来看这边 势必会过这边 怎么看 交一下 当然就是要看成交量的表现 嗯嗯嗯 量是偏不了人 价格可以做 但是量是偏不了人 因为是白花花眼睛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个量 哎这个是多久来的大量了 大概半年来的最大量了 对半年来的最大量 长虹突破 当然就是真突破了 那真突破之后你就找下一个压力 下一个压力就在这个区间嘛 对就一关一关的过 所以量先价刑过了之后 这边的空方缺口 大概呢是三十块钱左右 过了之后 这边呢大概是三十二块钱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对没错没错 好再来还有一档是联电 联电呢最近是比较热闹了 那我个人认为是说 其实他的筹码的安定度 没有像前面两档那么好 前面两档是底部比较完成 他比较不不太像是底部 他比较像是中段 高啊 对那主要的原因 今天联电能够转强 第一个当然外资都是站在买方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 跟他产业属性相同的立基电 在下个礼拜一要挂牌 好立基电现在在新贵 下个礼拜的众头大戏 昨天我们就追了 礼拜一新贵准上市立基电 立基电冲到今天八字头了 新贵没有涨跌幅限制哦 再从大哥待会帮我宣说 立基电跟联电超级比一比的 Monday下礼拜一 会演出咱们的戏码 在礼拜一的时候 会有很剧烈的表现 对对对 我所谓的剧烈就是说 可能开盘开很高 然后就杀一下 然后挣一下 因为很多的法人也要进去买 当然也有原始股东要站在卖方 所以他会爆出一个很大的量 那联电的走势就跟着立基电跑 联电跟立基电跑 对所以咯我们联电 联电现在是今天是六八点三 好那我来个假设 第一种情境 如果刚刚立基电 立基电刚说多少钱 已经来到八十块钱了 立基电的八十联电 今天呢是六八 以您的研判 他往上跑 他会追吗 还是说他这么贵 我干脆直接买他呢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就像您讲的 立基电的八十 假设是开高有点点压回 高点不再过 我是不是马上回头 立基电就不再追买 重心就放在二三零三 因为他还有比价的价差呢 您看法 好我这样讲 投资人绝对是喜新厌旧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 当有新的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买新 可是贵也不管他 贵没关系 筹码安定就好 譬如说以筹码来讲 立基电跟联电 那大概是不是二比一 这个差别可能更大 因为他才刚挂 所以他很安定 很干净 而且他很多大股东的筹码 是锁住的 要至少锁三年 所以他可交易的股票不多 他可交易的股票很多 所以你不能说 他八十块很贵 所以我还去买便宜的 不是这样看的 有时候你要看股票上 要看筹码的安定度 所以下礼拜不用多说 先盯着他看 只要他能够涨 他就继续追就对了 我这样讲 假设他涨2% 他大概涨1% 你就这样去比 连电涨1%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比例 OK OK 不会说一模一样 他涨2% 他大概涨1% 没有没有 我的想法是 立基电涨2% 连电涨4%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对我就说喜新厌旧 你不会要 你不会说新的涨额比较少 旧的反而涨额不会 不会是这样的 好 陈龙大哥的观点 懂了哦 下礼拜一 Monday的主角帮您追过了 好清掉之后 法人动作知道了 接下来陈龙大哥的重头大戏 从今天排名上 量大的热门股 欲创茂迪合金 长榮域名中钢 念完了 集中火力在海运 钢铁矽晶圆 IC设计太阳能 五个产业别 您看出端倪 好 我们先讲大概 通通来这样讲 其实我们主要是要看本益比 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追的那三档股票 宏基 华邦电跟联电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本益比都在十几倍 太低了 甚至有的还要低到十倍以下 那因为你本益比低 所以明年呢 你有赚钱的配息 就会高股息殖利率 没错 那这个高股息殖利率 又跟现在的通膨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当利率走深的时候 我要求的报酬率就会高 相反的如果低利率 零利率 你有成长性比较重要 股息殖利率就不重要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吃完牛肉面 天啊 牛肉面竟然给我涨了2% 我如果今天要找那个高股息殖利率 至少要5%吧 5%减掉牛肉面多了2% 至少我还有3%可以赚 懂吗 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反而是本益比低 就是3D股 反而是会要上台面 我们刚才看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好 譬如说你这样看 预创的本益比22倍 你说22倍不高啊 但是同样是做利基型记忆体 如果是以金豪科来讲 他的本益比更低 他大概十几倍而已 真的喔 对 那为什么预创可以22倍呢 因为他上礼拜 我们有讲 他有一个转投资的子宫叫玉利 那这个玉利呢 他做的是VR的供应链 所以他有一点元宇宙概念 那今天元宇宙股票不是表现不错吗 所以他今天的股票表现又不错 近三个月表现八成三 所以他有一部分是本身的本业 那有一部分是元宇宙的概念 来预创K扫描 好 那以预创来讲 这一波的涨势非常的惊人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特别讲 这个地方呢 这个整理不会这么快的结束 你不会想说 这个红棒又要再创新高比较难 可能呢 要以拖待变 这样子 要以拖待变 所以可能会在90块钱 来来回回求个稳度 对 因为现在来讲 比较不流行这种股票 好 第二档了 好第二档 我们来看茂迪 茂迪因为今天刚才不是有讲吗 元金私募 对不对 国发基金介入 所以整个太阳能族群 一找盘都是开高 可是呢 总是有分 有的被国发基金看上 有的没看上 像茂迪就是没看上 所以你看他今天分 表现就不是这么的好 六二四四的分 开高走跌骨头蛇尾 人家又不是看上你 人家是看上别人 所以他就有一点一窝蜂起来 那一窝蜂起来 就有一点又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本益比也偏高 本益比非常高 太阳能的族群 其实还在努力中 六二四四可以检查一下 好 你看他的走势就不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顽底 或者说一个攻击的讯号 他比较属于随事浮沉 好 那时间长一点点 六二四四 我下个礼拜 换句话说 如果又轮到太阳能绿能 结果他还是涨幅偏弱 偏小 他就不是主角 他就不是主角 那你就手上 他就有待努力 譬如他现在努力在耕耘 什么余电共生的电厂 或是干嘛的 那你就看看 他可不可以经营出一个开花 结果的状况 所以同一个族群 就不要做他 对 没错没错 第三档来 第三档是合金 合金的尊严也是很热门 那第三代半导体的概念 那合金也是以八寸晶圆为主 矽晶圆 他是以八寸 八寸是切那个车用晶片 那现在最夯就八寸 所以合金反而是环球晶 中美晶合金 合金表现最好 那因为他涨比较多 所以他的本益比就比较高 那你看他的股价走势 他的股价走势就涨比较多 如果你去比对另外两家 什么环球晶 中美晶就没有嘛 中美晶呢 中美晶 就没有嘛 那我问你啊 合金 合金现在是持股续报咯 没有 我们要特别讲 就是说因为三个比 现在流行的概念叫做本益比低 我听懂了 所以如果这三个来给我选的话 我会选环球晶 我不会选合金 找那个没涨到 对因为环球晶 第一个位阶比较低 然后本益比也比较低 而且他真的是十二寸晶圆的 算是前几名的 感觉上比较有未来性 环球晶 所以你不挑合金 挑环球晶 对没错 那环球晶 环球晶的时间缩短 他的利基点呢 环球晶就是你如果未来的半导体好 那一定是十二寸晶圆厂的发展 潜力比较旺 对吧 那环球晶 是切来做 就比较高阶的嘛 台积电就都是十二寸 我知道了 五奈米 七奈米就是十二寸 台积电的基本上都是十二寸 很少八寸 所以如果台积电会好 那你应该是买环球晶 所以环球晶的半年线 如果八三四站上就转强 如果能够站上八三四的话 就不一样 好 感谢陈鲁大哥 非常谢谢您 先请回座 这三档标的我们先追咯 待会儿再帮大家一口气进行结论 还有这几档 以及台股呢 台股好期待 先秀一下台股的看法 哇 你看吧 我就说欧环球晶严重了 陈鲁大哥又说欧环球晶入侵欧美 金融市场不可以掉以轻心 可是油价在急了 不知道他怎么减呢 资金派对如果没了 结束了 那股市有没有行情 听看看他说明白 拜拜